我们预测今年旗舰会配置的副屏 出现在一台小巧的低功耗小主机身上 它有方便安装配件的磁吸快拆上盖 它还有磁吸底座可以立时放置 这是一台拥有很优质设计的实用迷离主机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台 装置Intel低功耗N100 CPU的迷离电脑 S-Magic SE 这台迷离电脑有着非常好的造型设计 但是最吸引我们眼光的是 在最注重性价比的低功耗小主机类别里 它配置了实用的副屏 可以实时监控CPU功耗 温度 使用率 以及风扇转速 那么大家能接受这块副屏吗 S-Magic SE小主机 它装置了Intel N100低功耗CPU 适合四线程 24EU的Intel UHD核显 DDR4最大3200MHz内存 PCIe 3.0 NVMe X2的接口 双屏显示输出 双千兆网卡 加WiFi5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线揽 磁吸底座 说明书 这块电源是12V3A 总共36W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不大的塑料机身 机身接口 前面板 25x35的副屏 装饰的LED灯带 顶部 电源开关键 双USB3.2A口 双USB2.0接口 后面板 12V电源接口 双HDMI2.0接口 双千兆网络接口 后置音频接口 底部和顶部是通风口 没了 就这两个通风口 顶盖是磁吸的 这就打开了 太轻松了 看看内部接口 DDR4内存插槽 最高3200MHz 2280的PCIe 3.0 NVMe SSD 旁边是M.2SATA接口 这里可以看见 仪式板载的无线网卡 BIOS里我们能看到 P2.1设置的是15瓦 P2.2也是15瓦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条直线 跑在了15瓦 整机功耗26瓦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 2.9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将近60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15瓦 室温22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78度 SSD温度最高61度 CPU-Z多线程1309.8 单线程381.3 和我们测试过了多款N100小主机相比 成绩是差不多的 Gagbench 5多核2701 单核1006 属于第二梯队的末尾 可能是DDR4内程的原因 Gagbench 6多核3111 单核1233 和其他N100差不多 City Bench 223 多核2985 单核941 多核成绩已经接近了最好的N100了 排在前列 Passmark多核成6047 单核成2057 跑上6000分了 非常不错的成绩 综合上面的比较 SMagic SE N100 在所有的N100产品中 性能都算是很不错的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436,029 CPU得分178,276 我们还给N100运行 OpenW测试 AES 512679 XX20 291113 Coremark 10092 Coremark超过了10万分 很好 我们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 1080P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最低40帧左右 也能玩啊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60Hz 8位RGB非压缩信号 连接索尼OLED电视 能够输出 4K60Hz 8位RGB非压缩信号 接着我们看看 Intel UHD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硬解 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 P3E 3.0 NVMe SSD 1700多兆B 这就是X2的速度啊 WiFi测试 8821C1WiFi5无线网卡 跑上了300兆BPS 算是WiFi5在我的 无线网络环境中 很好的水平 这台SMagic S1小主机 装置了低功耗N100CPU 1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30W 待机最高功耗才10.2W 按这个结果 36W的电源能够搞定 室温22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5度 SSD待机温度47度 FPU单烤的噪声 接近52分贝 收回在耳边35分贝 这是非常非常安静的级别 SMagic S1N100小主机 15W的控耗释放 性能不错 散热和静音都非常好 磁吸快拆顶带 对新手小白特别友好 最新人的眼球的是这块副屏 装置在机身前部 一眼就能看清楚 小主机的运行状况 非常实用 不管你是横放 还是竖放小主机 都可以方便设置 副屏的显示效果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块副屏的 小主机放在桌面上 非常和谐美观 这台小主机的整体设计 非常棒 缺点就是网络接口比较弱 双千兆网口 稍微有点过时了 现在升级为双2.5G 已经是常规 802.11ac的WiFi5无线 也老了吧 起码应该是WiFi6级别 总结一下 SMagic S1N100 出厂15瓦的性能释放 性能不错 散热和晶莹非常优秀 接口方面兼容性一般 副屏非常实用 这台小主机的造型设计 十分优秀 性能不俗 散热晶莹也优秀 如果对网口要求不高的话 算2024年N100M电脑的实用选择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